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整体的一个大盘 就如同我们的一个规划 从这是3月31号今天最后一天 那么加全指数从3月27号 控盘指标翻率以来 那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 它会有一个怎样 会开始做一个震荡拉回 那我这边也写得很清楚 短线会有拉回 那么短线会有拉回 但是什么 中多的格局又是不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生命线还是持续向上 所以在短线的一个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会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最好的买点 我讲的是指数 我讲的是指数 因为个股有一千多档 那今天指数拉回 不见得每档股票都会跌 你这个你一定要先有什么 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只要多头趋势不变 没有反转奔跌的疑虑 那么任何的一个盘中的震荡 都是你挑好股 买主流的最好的机会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来买 待会我们再好好 跟大家来做详谈 那么短线拉回什么时候 它才渴望止跌 先来看什么 先来看攻击力道 那今天攻击力道0.54 因为价值 所以大家都比较什么 都比较保守 所以很显然 今天它是比较属于一个怎么样 尾盘再度的一个下压 那么包含的一个OTC贵买指数 也是一样 从3月23号 再创新高为止 那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一个控盘指标 就已经告诉你 它短线会有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震荡拉回 这样的一个危机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 短线会有震荡拉回 那么众多的一个格局又不变 那么在个股的一个操作策略上 到底要怎么样来掌握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你今天你有 如果有拥有我这一套的一个大财宝的话 我相信不管 大盘要涨要跌 或者个股要涨要跌 可以说几乎都逃不出我们的一个手掌金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环球金 环球金在这一天 三月十七号 三月十七号 我们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当然他的一个价格比较高 一张将近两百万嘛 所以中大资金嘛 两百万以上中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我们带着会员买这一档 当天九点五十分 九点五十分你还可以买到两百块左右 当然会员买到一百九十七啦 那第一时间老师就跟他做分享嘛 让你来做验证嘛 你可以看到你加入我们9M的三月十七号 礼拜五嘛 我说老朋友中美金跟环球金也来了嘛 那也来了 你在做什么动作我不晓得 但是我们知道控盘指标翻红 它将有什么样 一波大涨行情可期 买进之后 然后三月二十三号这一天 哇好多人啊 很多的专家又开始在吹捧我们的股票 又开始带你去做最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就知道 在这个地方 他会怎么样 做一个下沙拉回的整理 因为你看到控盘指标翻率 攻击力道转弱嘛 所以不啰嗦我们就是怎样 轻松开心过力换口袋 我们的操作就这样 五天嘛也将近多少 将近三成嘛 我相信这个都是蛮不错的啦 那么最近震荡的一个拉回 震荡拉回 虽然最近有稍微做反弹 买点出现了没有 买点还没出现嘛 还没出现我们就是怎样 在这个地方做布局197 这样飙涨上来到257各位啊 这样一段啊 五十块的一个价差嘛 五六十块的价差嘛 对不对 这个才是我们来到股票市场上的目的 那么今天很开心啦 今天我们又获利了两档的一个股票 那第一档就是中美金 老朋友中美金 那这一档股票我们过去啊 先赚三成 一月二十号 我相信如果你是我们的一个忠实的听众 或我们的会员 每个人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你可以看到先赚一波 不多啦 三成啦 然后呢 三月十七号 四十四块 攻击力道转强 只跌七七弧弧线的一个时候 我也告诉过大家 也跟大家做分享 我相信9N的好几千位 好几百位的这些投资朋友 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三月十七号 是不是在这边 那三月十七号在这边 大涨上来到今天 这一段又多少 16.5% 16.5% 我们又怎么样 全数欢喜收割 在这个地方你看 五四八三充美金 今天三月三十一号 全数市价欢喜收割 我们做好就是这样嘛 钱把它放进口袋嘛 当然用市价嘛 你还挂架在那边等干嘛 你又不差那个几毛钱 对不对 赚钱换口袋 这才是最重要 让大家在假期 都能够怎么样 享受天伦之乐 让大家在清明假期 都能够开开心心嘛 你今天你不用怀恼 你跟着我 就是我说希望大家能够怎么样 在操作上 在股票上能够轻松愉悦嘛 你去安稳 去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嘛 投资理财工作 这些专业工作 你就交给老师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轻松换进口袋 我们又转进一档股票 那为什么要转进这档股票 我待会再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包含合金也是一样 合金3月17号 当时候我就跟大家做分享了 那我相信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了 然后呢2月21号 大涨上来 这天出现震荡 我也跟大家说过 你要赶快 你要赶快 我不晓得你有沒有跟上脚步 如果你有打电话进来 你跟上脚步 我真的是恭喜你 你可以看到 这一段股票最标的股票 都是我们跟大家所推荐的股票 那这样都有多少 也都有三成嘛 那当然全数开心欢喜收割 今天攻击力到0.77嘛 现在周转率都将近20% 攻击力到0.77 也代表了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他可能就会开始做震荡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已经不适合再去怎么样 再去做追加的一个动作 包含的一个望红也是一样 3月20号的一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控盘指标翻红 攻击力到转强 所以在这个地方去买 是不是很安稳 对吧 我想理由证据 在这个地方都写得很清楚 3月20号 2337的望红 那你可以看到 望红不啰嗦就是大涨上来 昨天我们开开心心 获利出一半 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昨天卖的也是蛮漂亮的 虽然没有卖到最高点 那今天在创新高做洗盘 另外一半就是抱着就好了 人家是英企上一半日 你放在口底下 你今天你可以怎么样 假期可以跟你的家人跟小孩 去大吃大喝一顿 因为老师在股票市场上 来帮你做买单 你可以看到这样多少 39% 然后再来 今天我们在开心获利 换口袋一档股票 刚刚中美金今天开心获利换口袋 昨天望红开心获利出一半 今天再把飞红给开心获利换口袋 你可以看到 就算短线的一个标股 3月29号短线的标股 控盘指标翻红 攻击力道转强 你没有买到最低点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买 你不能说 老师我低点没有买 不过我今天叫我买的路 当然你买买的路 不过你有我的操办问题 你有老师给你pick 我说你买的路 先说买的路 你说法人心态偏多 攻击力道转强 在这天3月29号 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很轻松的来做一个介入 我相信证据理由都在这边 10点10分 10点10分在哪边 10点10分在这边 13块2 我不会说什么最低点 我们就是要实在在 我感觉我们做人 做事情都要实在 这就是老师一贯的原则 买好股轻松赚停 然后昨天不是 又再度的一个这样 亮灯的涨停板 两天亮跟涨停板 那今天一定有很多人 开始又来追捧我们的股票 一定有很多人 又来告诉你这一档股票 看到今天煞下来 他一定又不会跟你讲了 一定又会拿什么 涨停板的股票跟你讲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在10点43分 我们又开开心心 欢喜收割 欢喜度周末 我们就是来操作 你怎么你知道 涨上来 既然做短线 我们就把钱怎么样 开心 把它怎样 放到口袋里 3月31号 245G飞鸿 大涨在创新高 有买进 建议可全数 获利欢喜收割 放进口袋里 10点43分 我相信我都写的 非常的一个清楚 飞鸿 1 2 3 3天 21% 21%没错 各位啊 21%一百万 就是21万 你走往来算 这边两辆两辆 五辆就一倍了 三辆就是三辆 就是一倍了 况且我们啊 很多股票三成五成啊 甚至七成啊 比比皆是嘛 所以你说台北股市 有没有行情 有没有行情 是看人做的啦 不是在这苦苦等待嘛 很多人带你去买什么 底部的股票 我知道很多认为 底部很安全嘛 但是很安全 你也是什么 你相对也比较 没有报酬了嘛 对吧 你去买底部的股票 是不是很安全 可能又不安全 很多地部股票又持续跌 那你在台北股市市场上 你不是要能够快速来掌握 获利赚钱的机会吗 那要掌握获利赚钱的机会 要怎么来掌握 当然就是要买什么 焦点主流中的一个主流强势股嘛 对不 不然你在那国表市 你这样做是很累的啦 包含的一个大同也是一样 来到这个地方 我还说你不用杀低了嘛 那结果今天怎么样 大涨 那不是叫你去穿我 不是叫你去穿我 所以拥有大财宝 好处多多啦 你不会买在不该买的地方 更不会空在不该空的位置点处 更重要就是获利赚钱 不用等太久 那么接下来四月份 有什么股票必须注意的呢 接下来哪些股票可以锁定 来 这档精彩可不可以买 不可以买嘛 很清楚嘛 然后呢这档 会装客可不可以买 不可以买嘛 很清楚嘛 我之前都跟大家说过了 什么股票可以买 来 点亮财富 哇大家讲啊 刚才要开始了 恭喜你到转强了 下礼拜会很精彩 包含好山好水 等待控盘指标翻红绝佳出手点 一旦翻红不啰嗦 老师带你来进场 那新聚客也是一样过去大赚一趟之后 现在也是在等待什么 绝佳的出手机会 最后 跟他介绍一档股票 要跟大家爱的抱抱 让大家爱的抱抱就是什么 爱钱的抱抱嘛 对不对 送钱来了嘛 你可以看到过去的一个望红 为什么挡 所以这档股票 我把它叫做记忆底的力望 控盘指标翻红 恭喜力道转强 才刚刚要开始 所以我们中美金获利出掉之后 我们今天已经转进这档股票 所以各位尽量的投资朋友 这档的爱的抱抱 你务必要跟上过去的望红 怎么样的一个标 你看这档的一个爱的抱抱 你想不想爱的抱抱 幸福的抱抱 来超值体验超值体验 那今天第一季末年终 今天打电话进来 如果说你想要第一时间 就能够抢先别人心机 坐在教室上 来 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老师下礼拜 带你来揭露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